这方面的消息要来关心到 2024立委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 20号开始受理登记 但是呢党中央下令禁止打主席牌 在初选期间 不可以悬挂跟党主席赖清德合影的看板 也不可以出现与赖清德 唯一支持相关的文字 否则将会依照规定惩处 但是呢这项规定不肃及既往 而对于这项禁令 由于参选的人都说 会全力配合党中央 祝福我们未来我们的赖 赖中央 参党屏东流失宗词 民众直接喊赖总统 对他角逐大胃有期待 而赖清德升见党主席 接下来立委提名作业 进入深水区 如何顾及公平性已有作坊 副总统 党中央明令说 这个立委初选不可以 跟副总统和挂同看板 你怎么看 赖清德没回应 但党中央决议 未来任何有意参选者 要借着赖清德光环抢曝光 机会渺茫 主要是党主席在面对 初选的过程中 必须维持党务中立 那如果过去 有悬挂合照的看板 并不溯及既往 所以我想 所有的党公职 应该都能够配合 大家挂上 信赖台湾的看板 就是表示大家 全力支持 赖主席赖清德 我想党中央 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也会全力配合 主动的把我的看板 就是下架 民进党立委初选20号 开始登记党中央 下令禁止打主席牌 即日起到初选时程结束前 不得悬挂或制作跟赖清德主席合影的看板或文宣 也不能出现赖清德唯一支持等相关文字 要维护党内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避免因为看板文宣内容而误导民众 如果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除了会送选策小组做讨论之外 进一步也会移送中平会议处 这一出禁令 违违者严重将依民进党平议机制议处 看板已经挂上去的 则不肃及既往 真出现 没了赖主席加持 只能找其他大咖增加能见度了 记者上面是台北报道